歡迎收看電玩宅兔沛 今天2019年5月10號 對我們玩家來說 可以說是一個重大日子 因為有非常多的遊戲大作 都在今天釋出了最新消息 相信大家一定跟Hotelka5一樣 迫不及待地想要玩到 這些遊戲大作了吧 那麼趕快來看一下 到底有什麼樣的主要新內容吧 登登 沉寂一段時間的遊戲大作 魔物獵人世界 終於又有新消息啦 眾所期待的 冰原型魔物猛牛龍 冰魚龍 全都在今天早上的 Sony State of Play 中 一一出來跟大家說卡囉 屆時官方也公布了 不少本次DLC的更新功能 像是全新的獵人動作 以及武器追加連彈等 當然大家所關心的 高人氣魔物迅龍 也出來秀了一下 他的招牌尾巴攻擊 看到這一幕的時候 各位老獵人們 是否也回想起 不少當年惡居時的惡夢呢 最後本次也釋出了資料片 iS4主角 小兵驟龍的樣貌 真的是好希望 9月6號趕快到喔 不過今天可不止如此喔 壓軸時段出現的 可是Final Fantasy VII 重製版的最新宣傳片 而且這次不只克勞德 許多大家難以忘懷的角色們 也都一一回歸 還有熟悉的凶字展 也都在本次的影片中 全部釋出 真的只能說太感動了 想要瞭解更多 FF7情報的玩家們 官方也預計將於台灣時間 6月11日早上9點 舉辦遊戲發表會 哈囉卡真心希望 到時能來直接公布發售日啦